大家好呀 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月季呢 就是婚礼之路 它就是去年从小苗的时候买过来 就被大家关注的 一直在大家的眼鼻子底下 长大的婚礼之路 大家记得去年它到我这儿的样子吗 那现在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开成什么样子了呢 我真的太喜欢 这白色的大包子了 花朵的大小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的能够到10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是美的 从上往下看美的 然后从这个侧面看 它依然是挺直的 挺挺玉立的感觉 我记得两三年前吧 它的第一波春花是打不开的 今年打开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叶片的绿色和白色的花朵 相映成去 这个画面这种色彩的搭配 在我的眼中堪称完美 给人一种很洁净 很高雅的感觉 那它其实才一岁的苗而已 不算大苗吧 在我这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我淘汰的一些月季品种 未必它就是不好的 你想想看 我中间种了多少白色的月季 就为了替代它 最后没有办法 没有一颗白色月季能够替代它 我只好又重新把它买回来 果然它在我心目当中 就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当初淘汰它是我的错呀 好的 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 介绍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啊 环理之路的优点呢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太美了就是 没有别的话好说 太好看了 端真性好 直立性好 花朵洁白漂亮 这种色彩的搭配 跟编上其他的月季相比 差距还蛮大的 它就是独一份的存在 不可替代 花期也比较长吧 在春天的第一波花 应该开十天半个月 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它不管谁种 都能够给它种成这样 直立的向上的一层 因为它的生长习性就是这样啊 它不会垂头 绝对不会垂头的一个品种 那接下来还是要说一下 它的缺点呢 缺点其实也蛮多的啊 第一个呢 就这个品种 夏天表现不是特别好 夏花呢 跟现在差距非常的大 观赏性呢 会大大的下降 所以大家对它的夏天 不要抱有太大期待 我记得以前 把它跟保罗二世呢 有比较过 它夏花是比不上保罗二世的 第二个呢 这个品种的味道呢 很多花有 它不太喜欢 因为它是墨药香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这个墨药香的话 非常的浅淡 几乎不影响 哪怕它开了那么多 我在边上什么味道都没有闻到 一定要把鼻子凑近了 才能闻到这个味道 但是我看评论区有个花油 非常不喜欢它的味道 对我来说 这个味道 丝毫不会给我造成任何的困扰 那它第三个缺点呢 可能就是这个植株的话 它根系不是特别强健 长势不会太快 比如说之前把它跟切花株丽叶相比的话 它的长势要慢得多 但也还好 一年的苗 长那么大 我觉得也不算特别慢啊 但是这个品种呢 还是比较容易生病的 以前之所以要淘汰它 就是因为黑斑病 所以如果怕得黑斑病的话 你看一下我之前发过的 如何改善我们的配图 就可以避免黑斑病的发生 只要你做到这样的话 所有容易得黑斑病的约级品种 你都不用怕 尽情的入吧 放心大胆的入吧 不会得黑斑病的啊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吧 我的一岁大的婚礼之路 我现在一定要陪你好好的走下去 到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看看你到最后 到底会美成什么样子 那你们的婚礼之路怎么样了呢 好的 这个就是婚礼之路了 它的第二波话 同样值得期待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